一般来说延迟退休办公室人员比较好接受 为什么呢 朝九晚五工作稳定 坐在办公室里冬天夏天都有空调 但是一线的蓝领工人就比较难接受了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阶层结构不同 国外中产阶级占到60%以上 而蓝领工人只占到20%甚至更少 但我国的蓝领工人占到60%甚至70% 中产阶级还很少 而且外企职工据我所知都不愿意延迟退休 因为工作强度和压力非常大 如前所述 去年至今媒体各种调查结论表明 70%以上的人反对延迟退休 正好与阶层结构相近 可是七成的人反对也没用 该延迟还是要延迟 而另外呢 欧洲发达国家一般实行6小时的工作制 职业歧视较少 有强大的工会支持 外资公司如果要减员 一般会辞退新员工 保留老员工 但是在我国呢 平均一天10到1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甚至是更长 还要面对大量的年龄 性别以及学历歧视 蓝领工人 女性40岁以上 男性50岁以上 基本上就很难再找到工作了 而学历低的人 只能找成劳力型的工作 有的甚至连社保都没有 那么如果延迟退休 以后找工作会更难 不但拿不到养老金 还要继续交养老社保 按照人社部的数据 我国每年大概新增劳动力为2000万 而每年新增的劳动岗位 是1000万到1200万 就业率并不乐观 这其中30%是自然更替 有人退休了 那么有人补进来 经济学教科书讲 失业有四种状态 周期性失业 季节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 以及结构性失业 但在中国还有总量性失业 也就是说劳动力太多了 不管怎么安排总有失业 我们一直说 中国老龄化的高峰 最多的时候会有4亿的老人 那么哪怕把少年儿童都算上 也还只剩下8亿的劳动人口 到时候就是两个人养一个人 但这还只是从保险的框架里来看问题 也就是8亿缴费的 来养4亿不缴费的 可养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分配问题 本质上取决于两个条件 首先一个 退休的时候 社会经济能创造多少财富 其次就是这些财富怎么分配 老龄化高峰 政策对老年人有更多优惠的话 就可以多一些财富进行分配 那么问题就可以解决 除了单位和个人缴费 社会保险法也要求政府要承担责任 这个责任政府不能推给个人 所以现在常说的养老保险有缺口 指的是单位和个人的缴费 不够发养老金 那么这就是把社会保险看成商业保险 而目前拿不到养老金的 都是制度外的人 参加社会养老的人 基本上都拿到了养老金 所以一般来说 你不交费肯定是拿不到的 那么养老金如果有缺口 政府财政就应该补上 这才叫合理的社会分配 好谢谢大家 我是大刘